观察员们轮流模仿动物亮相 和今天的嘉宾有什么关系 像像像 有点有点的意思 像我这种举行的蛇呀 也不怎么好看 模仿出来 也不怎么扭得动了 伴蛇 传统武术的魅力风采 让在座观察员都为之折服 不仅是拳脚功夫了得 兵器也样样精通 今天的舞台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功夫 敬请收看了不起的你本期节目 华陵螳螂拳 星火相传 平凡世界 非凡人生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云南卫视 大型励志故事分享栏目 了不起的你 我是主持人黄凡 赵丽 节目的开场 先介绍我们的超级观察团的老师 今天我给大家带礼物了 因人份礼物 大家看看这个上面都有图片 每个人根据你们拿到的图片上的 这种动物的形态来模仿一下 先看 你也太好模仿了吧 对 这个蛇那么模仿我想问 可以的 从我这来吧 从我这来 然后顺序来 行 猴 猴啊 你这还是俩猴 是个傻猴 行 傻猴还行 好 第二位 来吧 你这我最期待了 那行 戴老师给我解为 戴老鹰 老鹰 哎呦 哎 有点那样 哎 像不像那个少林寺的那个那个 图鹰那个那个那个罢人那坏蛋 少林寺那个坏蛋 那个那个坏蛋 所以那也是铺铜啊 对对对对 鸭子 为什么鸭子呢 鸭子 刮 刮 刮 把声音拟了 或者他这鸭子只剩嘴硬了 你得模拟整个鸭子的形态 我觉得鸭子刮的是一张嘴 对 下下下 有点有点有点 那我来一个 你来你来 来个蛇 那扭啊 我来模仿和蛇精病吧 现在在哪里 你模仿你就是啊 给你吃个卷啊 主要用蛇的胃口 像我这种曲型的蛇呀 也不怎么好看 模仿出来 这也不怎么扭得动了 朗蛇 它这都变异了 是蜥蜴 科马加剧蜥这事 到你了 还潦草的一条蛇 来最后 螳螂 螳螂 这个太容易了吧 这个 这个 这臣好弄 我们经常电视里就看到那个 来 握起 你们家螳螂长这样吗 偷倒的 你没看电视里演的螳螂拳吗 有点像 他能动会儿两下吗 我觉得不像 他手得往前 攻击之前是这样的 他是母鸡呢 我觉得这样像 主要赵哥的腿特别像 孔雀 他主要是瘦 他也最像了 我跟你讲 节目一开场 主持人就让观察员模仿五种动物 是有何用意呢 是否有哪种动物 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有关呢 让我们一同欣赏一下 嘉宾的开场表演吧 唐狼 唐狼 一会儿变了 谢谢 这个太容易猜 最后一个那个 其实还蛮像的 刚才你做的那种 是不是 对 就是他那个唐狼吗 有点尖周炎 有点伸不出去 大家都很聪明 猜择是唐狼拳 对 来 请我们的嘉宾 先给我们正式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深圳市 博文区撒警 瓦林唐狼拳新营长 嘉宾所展示的唐狼拳 形成于明末清初 是我国著名的传统武术流派之一 也是象形拳的一种 主要分为北派和南派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沙井华林唐狼拳 由华林派祖师 李坤山传授 至沙井 成为南传祖师 而今天的嘉宾 显润掌 是北派南传的 华林唐狼拳第三代传承人 今年五十九岁 从小随附习武 今天他会为我们带来 华林唐狼拳 怎样的独特风采呢 能不能简单地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华林派唐狼拳 它有什么说法 有什么历史故事传承 华林唐狼拳 是北强 南强 北拳 南拳 南拳 七一山东楼山 全一深圳寺 保温区三拳 那这个华林派唐狼拳 它作为一种拳术啊 它有什么特点呢 有哪些代表性的招数啊 还是有什么特色 它起游戏由新冠 向之下之 融为 上之下之 融为八级必求 行楼送推进退迎打 来 这个我要给大家念一下 对 你得念了 它叫八字诀 叫闪 扭 送 推 进 退 迎 打 这个能不能给 师傅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每个动作的这个要力 咱们一个一个来 老师傅就说一个动作呢 就有几个记者就里面了啊 嗯嗯 他比方说这样的话 这是险啊 这是陕 险 这不用翻译了 人 就是人正确啊 嗯嗯 送 就是 我来给您送一下 没事的啊 他比方说 他来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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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打过来 我去我去接的时候 没事的 没事的啊 啊啊 接 太紧张 这叫送 嗯嗯 送你 啊 我知道了 把你揽过来 啪 就给你送出去 是啊 是啊 他比方我一个动作的话 你已经是很多很多脊椎里面了 嗯嗯 他比方这样说的话 啊 行楼送 叫公 公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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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了啊 有相有义不成妙义 极象极异 乃至神异的华林螳螂拳 是以北派 龙 蛇 虎 豹 鹤 鹤 狮 象 马 猴 标等动物形态 演变而来 其主要特征是 即手眼身法部 精神气力功为一体 荣为显师傅在现场展示的八字秘诀 那么在出拳发力时 有什么要决呢 现在很多的螳螂拳呢 他只是有用这个爪为主啊 爪 其实不是的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螳螂 螳螂这个臂是很粗的啊 对对对 这螳螂臂呢 其实很多呢 都没有发挥这个功能 功能啊 其实这位华林派 华林派里面的很多这个叫 亲 亲之手 打北方说 打北方说 你一抢打过来 就是这样切 把这很小的东西 把它结束扎回去 切你 就切碰 就很多这种工作 一切一打 利用到这一部分 就很小的这个部分 现在啊 就我们的很多这个部分 都相信 根据螳螂病 现粗壮的特点 华林螳螂拳 也将其融入武功 今天显师傅 也将为我们展示传统套路 螳螂蹦步 好帅啊 谢谢这个螳螂蹦步了很多 好像很多了 我看了很多 我们拍都差不多一样 那个手法 就是这个线路都是差不多 但手法有一点不一样 除此以外的传统套路 还有九点马 翻车拳 六角式 十字拳等 其中还有一种养生功 名为八段井 现场的观察员 将跟随显师傅 一同学习 感受华林螳螂拳的魅力 你离一离远点 两手攀足 不胜腰啊 我们提气 呼气 看老师 看老师 推 上 我们就 并去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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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头 慢慢下 慢慢下 往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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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 上 好 好 慢慢下 好 慢慢下 接下来 这个腰椎最好了 每天 每天 旌旗 旌旗一下 都OK了 好 来 这个 对 我们想学一点套路 对 学个姿势嘛 接下来 我们 接下来 我们 接下来 这每一个红 扣下来 这每一个红 每一个手几分 都有一样的 我们不是这样的 是我们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是这样扣 啊 眼睛 瞧着眼睛 嗯 嗯 你看着老师那一只手 对 往下点 再往下点 你再往下来点了 嗯 哈哈 哎 这个手 这个手是 也是这样 哎 这个拇指 连接着脸 哎 连接这边啊 啊 那是什么 他手指很健康了啊 太多了 手指很健康了 哈哈哈 还行 你是不是姓吴 哈哈 哈哈哈 哎 我觉得这应该那个谁 赵克去学一学 对 因为他这个垃圾 特别加那个 我跟你说 哎 你别看这个 简简单单一个动作 累啊 一身汗 哎 哎 活螳螂 哈哈哈 这个是螳螂 抱歉就是这样的 一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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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 这个好简单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做媳妇 一扣 他得像大马猴的一扣 嗯 哈哈哈哈 我同学 我超了 对 挺好 挺好 老师说挺好 挺好 挺好 我今天晚上回家 我进门 我媳妇给我开门 我就给来着 哈哈 螳螂本人 这是我今天学的啊 你老 老师给你个十八路弹退 感谢感谢感谢 感谢感谢了 师傅做这个动作 是准备攻击的那个状态 哎 他做那个动作是准备要撤退逃跑的 这个我们初步地感受了一下啊 螳螂拳的这个魅力或者特色 嗯 那当然这个有关螳螂拳 肯定还有很多故事 这样显示服 咱们坐下来慢慢聊聊 您和您的螳螂拳的传承 好不好 好的好的 来 请坐 谢谢 几岁开始学拳 我是有五岁可以学的 五岁就学了 五岁就学了 是自己主动想学的 还是被老爸逼着学的 嗯 小时候呀 比如说 比如说 刚开始 看见看见 看见师傅们都练自己的 跟着练一下了啊 嗯 今次头一练的时候 就很累了 自己就 好像是真的是被被被被捕的 被弄得整得很惨 哎 不是说讲得很惨嘛 有时候都很多动作都很辛苦的 他就是 怎么怎么来要求你开始正式练舞的 哎 开始练功的时候呢 就是父亲呢是一个传统教育的嘛 他教育都很严的 嗯 平时这个银行轨迹的话 他都很严格的 嗯 特别是在练舞的时候 嗯 他也是很严的 我最近最记得有一个就是练刀 这个单刀里面 英青刀里面 有一个叫落地真情 嗯 有小分刀里面有一个叫捆糖花 嗯 就地上打滚 你不下筒的话呢 这一笔小生就磨破皮了 嗯 那我去自己就偷懒 偷懒呢 就像小孩嘛 啊 就不将心嘛 不将心的给父亲见到的话 就又发过 五十片 一匹一匹的手 哎呦 华林弹龙拳发扬光大 显应登培育了一批国际 及全国武术冠军 华林派弹龙拳也传至香港 南美洲 北美洲等地区 而显润长从五岁起 就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 刻苦练舞 时刻感受着父亲对于武学精神的言传身教 那一直就是你一个人跟着父亲学呢 还是说父亲也收别的徒弟 有别的徒弟 还有我们的兄弟 我们家里面都过人都练的 全家都得练的 全家都得练的 男孩女孩都要学吗 男孩女孩都学的 就是这样 不是传男不传女吗 不是 他们全部都练的 还有很多很多投地的 那师傅也是 对您来说也是老爸 让你们练拳的时候 有没有说一些 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教你们学这些 你们学武术的目的是什么 来 明天上学就不怕挨打了 在学校可以横着走了 全身晋体 这个是很定的 这个防身也是很定的 但这个也是传统文化嘛 不全身的话 都会输墙 就是这样的 师傅会教这些做人的道理 或者学武术的武德这些 也会讲吗 是有有有 也会 对不起父亲就很传统的 教学很严 他的严除了体现的 比如教你们练功特别严厉之外 还有哪些他会教给你们 他叫做人啊 礼貌啊 这些都很严的 做人的 做传统的这些 说话啦 行严诡诡诡 都很严 首先也是 不是说首先 就同时在教你们学武术的时候 也同时教你们做人 做人啊 是 有没有切磋武艺的这种 对啊 互相之间 所以说我的武功厉害 还是你的武功厉害 大家切磋一下 就挺笑的些了 有 就挺笑的笑 有 但我们都很西文的 就不会是反脸这样啊 很多会截至点道为止 同学来修蓝拳的 来修蓝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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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都有这个 但我们就不会反脸 就同学嘛 就是运动员的同学都有 精神都有 嗯 那你们同学有没有出去 建议我围过 没有 这都很愧疾的 哦 那些都很愧疾啊 在贤富的 尊尊教导下 显润掌在幼年学武后 就考入了当地体校 毕业后的显润掌 立志一生效力于 华林螳螂拳的发扬工作 2015年他应邀 到美国波士顿大学体育馆 传授华林派螳拳 就中学期间 都去美国就教学的时候呢 这个体位就很新的 我刚才看到这个 这个卫国人啊 卫国人啊 他学功夫他们很业心的 很同意的 但是我就教 就美国波士顿大学 我看他们 他们学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们很开心 我自己也很开心啊 当我回到酒店里面的时候 就慢慢想一下 哎 我说既然他们这么认证的话 我们这边好像消心灭织啊 我反过来 下一队会不会跟他们说了 他生里有点难过 同年5月12日 显润长被命名为 深圳市保安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华林螳螂拳的代表性传承人 而曾经赴美教学的感慨 也让显润长下定决心 要将华林螳螂拳 在自己的国家更好的传承下去 今天现场也来了 他的三位入室弟子 他们将为我们展示精彩的拳法队练 好 好 好 很好看 很好看 我发现人多的表演很好看 这样的阵势 您是否感到震撼 这一切可都不是花拳秀腿 真打实练的精彩表演即将开始 观察员们轮流模仿动物亮相 和今天的嘉宾有什么关系 像我这种体型的蛇 也不怎么好看 模仿出来 也不怎么扭得动了 传统武术的魅力风采 让在座观察员都为之折服 不仅是拳脚功夫了得 兵器也样样精通 今天的舞台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功夫 敬请收看了不起的你本期节目 华陵螳螂拳 星火相传 哇 真打呀 哇 他脸上的肉都在飞 哇 哇 哇 是真练而已 养着螳螂 今天想的 我还有一个叫他 就是这个表演这个棍树 是当年是中国最早的教学 正效应 正体验 可能现在很多 就是我们这个年纪都为了 现在都慢慢思想的 我觉得视频里面 很多都练得不好的 他还是少了两个月吧 我想就是我们当年是 就加走 加走棍树是快点脱落来的 速风大闹天宫 我都听了他那个棍子 楼风的声音 嗚嗚嗚嗚嗚嗚 响反应 来 来 三位请站到舞台中间 咱们了解 好 这样 我们先请三位简单地介绍一下 刚才你们表演的这个 它属于我们华林派 这个螳螂拳中间的哪一个部分 我跟我这个师弟 对练这个套路呢 就是我跟师父 选师父 这个华林 这个对练对打的一个训练 平常都是练个 可以挣钱基本功的一种训练 比如可以练那个手的硬度 反应度 跟你的协调性 所以说这个对练师父 每天都要我们坚持去练的 我有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 像你们刚才打的这种套路 是说一招一式都是 都之前说好的对不对 那当然了 不然不打脸上了 那是不是您这边 只要不按套路出牌 你在另外一边给他一拳 他就得被打到 他首先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对练呢 练熟练了之后 在很大程度上 能提高你的反应程度 就是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 就是按套路来 慢慢的时候我们会变化的 就是说你出其不意 他也能防住你 对 这就厉害了 对 这是 我还以为攻防两端 都是有套路的 原来还可以变 这样就很实战的 这样的话我就生气了 你为什么不按套路来 我妈妈说了一遍 所以是经常变化的 反应就快了 说好了 说好了 先防左边 然后他打了右边 我又防右边 他打了左边 那这样的话就尴尬了 比如我们弹磊吃手 不一定只是打 右 左 下 这样子 有时候左右下 下左右 下右 左 都是随便变更 我明白了 就是大的招式的趋势 是固定的 但是其实细节 他们是随着 自己打的这个 这个感觉去改变的 所以这就不是 花拳绣腿嘛 是吧 就很实战啊 他们通过基本套路呢 是能够更多地体会 这个拳术的精髓 真正掌握以后 就可以更多自己的发挥了 这所谓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都学了几个月刚才说了 对 学了几个月 刚学几个月 对啊 都是刚学几个月 就这么好 对啊 说说学了多长时间了 我是五月多 接近六月来的 然后六月正式开始学 半年时机 那你就是说才半年时间啊 对 是的 很短啊 那你们都多大啊 有十五岁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他没有二十岁了 应该二十岁有 应该是二十上下 二十 二十 但你看起来很小 那中间那个诗歌二十 那中间那个诗歌二十 三十 什么题 奔三 三十 哦 奔三了 奔三了 哎呀 那这不像长得很年轻 你看练舞让我年轻 对 对对 我这边 我身边这位是吧 小啊 十几 我也四十 也二十 但是年就是月份比他要稍微小一点 对 比他小一点 还有两个还别演一段 十几拳吧 再表演一段 十几拳吧 两个 十字拳 十字拳 这位是什么两位表演是吧 我和他 这个好看 笑着 笑着 哇 笑着 是跳舞似的 是跳舞似的 在中间的舞似的 和他 在中间的舞似的 是跳舞似的 真好 真好 很难学习 就是两个才学了半年的年轻人 我觉得师父是挺满意的 你看师父满脸堆笑 师父应该挺满意的 对 两人都还在 没有被打得遍地鳞伤 但是爬不起来 我们平常练也有受伤 我们的手都会经常有胰亲 亲一块子一块的 之前上几天 我跟我这个师弟对练的时候 因为他 太大 太胰亲了 我也有胰亲了 所以说我们两个练的时候 有时候有点偷懒 但是我师父比较眼尖 他一下子能看出来了 就被挨批了一顿 所以说我们都不能偷懒 所以说我受益匪浅 是 其实真的是 练武也是练人 练心性 练毅力 练这种忍耐力 练很多很多的东西 是吧 对 比如说我从中 也体会了很多东西 这种武学精神 你对武术的理解和体会是什么 虽然学的时间还不长 武术的体会就是 他就是多恋一个人的意志 而且就是练久了之后 很自然就有一种正义感 当然要跟一个好的师父 就像我们选师父 对 他经常培养我们一种正直 就是常识啊 不怕苦 不怕累的一种精神 我们再来请这位小师傅 来介绍一下 你看刚才这打着一个棍 简单的套路啊 很累的 这个一身的汗 一头的汗 看着其实还行 但是没想到这么累啊练起来 是比较累的 武术的话没有轻松的 这句话说的真的中肯 你们每个人跟师傅 是不是会侧重地练一些 不同的一些 叫什么 套路安全法 是吧 是有的 因为师傅会根据你个人的 因材 失教 有点 缺点 而去决定教育你的那个武术 对 就是我师傅八宝箱里面 有很多东西 你适合哪个 我就让你重点学哪个 那在给他们去做这个分类的时候 您是怎么考虑的 结合他们的特点 是结合他们的特点 跟先天性 跟后天情地 这个就很主要 根据身材 像赵克去想都不想 肯定螳螂拳 对对对 活螳螂嘛 活螳螂 那有没有可能师傅 我们找到一个弟子 很全能 就你所有的这个功夫 这个华林派螳螂拳的所有功夫 他全都能学 都能学好 变成您的这个第一传承人 我现在很努力去找 就是想找到这样的人 是 就会全情下去了 难吗 真的很难 是吗 真的很难 那你像刚刚他俩 你看练的套路也挺好 你让他们学个棍 我觉得也可以啊 他们刚刚现在 现在是说这个时间 其实很短 还不是说 还没有说 就留着到他这方面的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您觉得如果有机会 能够选到这样 或者练成您全部的功夫的话 大概要学多少年 这个看他们的自己的 自己的接受能力吧 接受能力吧 您当年用了多少年 把父亲的所有的学学 全学会了 我现在很多的 我当印度女的时候 也学得很扎 什么都学 但我现在就看这个过程 其实也稍微嘛 学得多的时候 我会唱出很多来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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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风格来的 反正这个问题也挺刁钻 因为其实各行各业 能找到一个 在本行业里面 各个门类都通的人 这太难了 就是相声 音乐 我们表演 都是这样的 也是 太难了 对 都擅长于某种风格 对 不能说某个风格 你都可以 每一个都可以诠释 那太难了 2017年5月23日 显润掌成立了自己的传承基地 华林螳螂拳传承中心 作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显润掌把弘扬中华国粹 传承本土文化 制定为华林螳螂拳 传承中心的责任和义务 该传承中心 内设华林派大学堂 和华林派博物馆 华林派大学堂 主要用于武术教学 以及武术展示 华林派博物馆 则陈列着华林派兵器 祖师雕像 以及各种史实资料等 让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 去了解华林派武学等历史与文化 目前 显润掌师傅 已有入室弟子数十人 开展了多个工艺培训班 学员多达数百人 一 二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这个不动 一出来就这样就刚刚好了 是吧 来 来 一 二 父亲 来 儿子就这样 来 一 二 三 一 二 一 二 三 一 贤 贤师傅的儿子 贤俊熙 自然义不容辞地成为了接班人 从小跟随父亲习武 那他的心中父亲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两个人的话 平时虽然话比较少不善于表达 但是我觉得一到讨论武术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是比较 就是感想挺多的 然后呢都是挺滔滔不绝的 说了很多 尽管父子俩平日里沟通不多 但是一说到武学 父子俩却总是滔滔不绝 这一切都源于华林武术的无穷魅力 在显师傅的教学班里 年纪最小的学员仅五岁 很好 点下来 嗯 很好 嗯 OK 嗯 先练多一点 看到没有 看前面 表情的出力 姐姐就会翻 看到没有 一 好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今天几岁了 五岁 喜欢看老小吗 喜欢 是因为我喜欢中国 唐狼武术 是一位师傅重心教我们 而年纪最大的 以年近古稀 显润掌 将华林唐狼拳 变成人人都可以练习的功夫 他也会根据不同人的特质 英才师教 今天在现场 我们感受到了显师傅和其弟子 所展示的华林武术的魅力 那么他心中对于 螳螂拳 又有着怎样的期望呢 观察员们轮流模仿动物亮相 和今天的嘉宾有什么关系 像我这种体型的蛇呀 也不怎么好看 摸放出来 也不怎么扭得动了 伴蛇 传统武术的魅力风采 让在座观察员都为之折服 不仅是拳脚功夫了得 兵器也样样精通 今天的舞台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功夫 敬请收看了不起的你本期节目 华林螳螂拳 星火相传 欣赏完显师傅三位弟子 作为代表 给我们展示了 这个华林派螳螂拳的魅力 我想再请教显师傅最后一个问题 您现在身上肩负着 传承这个拳术 这个武术的这样的一个重任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划和想法 未来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有的 现在就是 就还是走进这个教权 教学 本身就玩了《唐狼拳》 就美国这边就很复的 就我们就想跟它这边沟通 就两个这鬼 收鬼这个教权 就要一起推广出去 就为下一队就好好强情 哇 这很棒 因为你看过那个美国 它有一部动画片叫《功夫熊猫》嘛 它里面那个螳螂拳的那个小螳螂 其实是 就是做了调查 是最喜欢的一个人物 也就是中华武术 最让美国人觉得特别好看的那个 就是螳螂拳 所以您身上的担子也很重 这个徒弟们身上的这个责任也挺大 因为不能靠您一个人去表演 这个是 去教 更多的人喜欢 更多的人再去影响身边的人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那么我们也期待在未来可以看到更多 包括华林螳螂拳 包括更多的中华的武术 能够在更多的地方来去获得展示 谢谢 谢谢 也能够让世界人民 更多地能够感受到中华武术的魅力 那节目的最后呢 我想再代表我们的观众朋友 包括我们的观察员老师 能不能邀请贤老师 贤师傅给我们现场来一段精彩的 这个华林螳螂拳的器械功夫的表演 可以 这是我们的观众朋友 要看 我们的观众朋友 呀 走 走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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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帅帅帅 刚才这段表演啊 叫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我呢就属于外行 我就瞧着这个刀就挺沉的 而且每一项 这个师傅的姿势都很扎实 但是这里面具体有什么门道 有什么说法吗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今天这个斗法 都是传统招式 传统招式 所以这个斗法呢都是南北 带到接下来 跟我后来自己唱下去的 都是唱下去的 您也会有一些创新 在传统的这个招式之外 本身是我爷爷他们呢 就是学这个南派的 南派后来我八行 要跟了主持李冯山说了 就是南北带到 跟我自己再接下来 唱一些动作下去 是这样的啊 这个是属于大兵器啊 反正在我看来重兵器啊 能不能再选一样 我们有点得寸进尺啊 再选一样 比他相对来说啊 轻小一些的 简单一些 然后有不同风格的器械 在欣赏贤老师最后一段表演之前呢 我也特别感谢贤老师 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了 中国传统文化武术的魅力 那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就把舞台留给贤老师 欣赏他精彩的华林螳螂拳的 亲切的表演 也感谢电影间所有观众的收看 了不起的你 我们下期再见 来 来留给贤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